在麗波是畫國畫的天堂吧 小西拱每個角落都能滿足畫家挑剔的眼睛 西拱天堂 文敬 回來麗波已經是2012年的事啦 每次想畫畫 小时候我们去放药 拿一本子出去 字又不想写 就乱图乱画的 绘画 这又改变我的生活还蛮大的 画画的时候 人心态要静下 就不会就想那么多 当时我去了几个地方 一个是江西的雾园 几个老师的作品 画出雾园 拿到个法国御山长 一下子所有人都知道雾园这个地方 这就是文化的门离 如果说比山水好 我们有大小气孔这么好的风景 所以当时就下定决心 就回到立国 像我们大小气孔 只能用中国画来表现 只能达到零的精神 在绘画艺术上一种 青色是最难调的 所以在用西方画来表现的话 很难达到需要的那种水平 因为颜色不够丰富 所以我们的大小气孔 用中国画表现才是最完美 美术能看见生活 很多画家过来到遥山 有些是专画人物的 有些是专画山水的 有些是专画花鸟的 但是到了立波以后 所有这些想画的都满足得了 我们有山水人文地理 石河中国画 油画 油画 板画 那如果我们做这个写生基地 吸引那么多画家过来画画 把我们的家乡的山水风光画出去 然后我们的作品 能在一些国际上去展览 人家就会看到 这地方是哪里的风景 人家会到这地方来旅行 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的带动 眼睛不能这样子看 远一点 像我这里 我们成为不了画家 但是我愿意做画家的眼睛 因为这里有最美的风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彩可 有声的地方 我们不见aks 就像专门 的 有声的